今天第一次尝试大水量面团烙饼 效果真的非常好 面团醒好后直接把它放在案板上 手粉要多放一点 咱们借助这个瓜板 把它整理成长条形 然后就可以下剂子了 全程的一个要点就是 只要粘手的时候 你就来一点手粉 这个面团很软 我们在手上轻轻的抖一抖 它就圆了 然后就是把它擀成圆形 涂抹上油酥 然后切一刀 接下来就把它卷起来 然后一定要把收口全部捏延 大头朝下把它轻轻按扁 然后再醒十分钟咱们再擀它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火了 锅里放点油 擀的时候一定要反正面擀 只要粘手就撒点手粉 一定要擀得薄一点 这个饼真的是超级软 用铲子在锅里面随便推它 就像绸缎一样 这个饼最后是鼓起来的 然后两面金黄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你们喜欢吃虾仁滑蛋吗 这个做法做出来的虾仁滑蛋 鸡蛋很嫩 虾仁也很嫩 鸡蛋里加一点盐 胡椒粉 黄酒 然后把它打散 锅里放一点点油 先把虾仁炒至九分熟 然后再放回到蛋液里面 虾仁和蛋液重新倒回到锅里面 用铲子推一推就可以了 上菜了 土豆炖大鹅 下银滑蛋 这还有我的八个大土豆炖醋呢 好大家中午好呀 我们要开饭啦 开饭 先尝尝这个滑蛋虾仁 这个虾仁嫩不嫩 太嫩了 这样炒出来的虾仁超级嫩 鸡蛋也是超级嫩 是不是嫩 嫩 再来一口 就太辣了 这种炒虾仁的方法 非常嫩 嗯 好吃 嗯 不错 看个烂不烂 现在火不烂 现一点啊 不好哭 这小土豆已经烂得不行了 这高阿贵快压好了 现在火不烂 嗯 嗯 你吃小土豆吧 这个就点香火 嗯 我吃 这小土豆 已经特别烂糊了 嗯 嗯 挺好吃 肉肉 又炖大鹅了 吃香 我这个全纯肉 嗯 嗯 嗯 香 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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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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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来一个 我们俩一人准备了一个酸黄瓜 嗯 嗯 这个小酸黄瓜等着我明年秋天的时候自己腌一点 能腌好 没腌过 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嗯 今天就吃小油饼 嗯 我来一下 看怎么样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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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做回来 喝 我们还是焯了一下水 嗯 这样吃更健康 嗯 其实做一个葱油也可以 嗯 嗯 嗯 这还感动挺好 好吃 嗯 你可以爆猜食 对 完全可以放菜 嗯 放点鸡蛋 放点虾 嗯 嗯 放个土豆 看看我的饼 丰富了吧 这样一卷 你想尝一口吗 嗯 好吃 好吃啊 嗯 大鹅肉 这一只大鹅现在 没有了 一共吃了三顿 是三顿吗 三顿 嗯 三顿 三顿就三顿 因为每一顿 都吃两次 嗯 嗯 好好吃啊 嗯 好啦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拜拜 拜拜